好,接下来我们五之二的后面要介绍病毒这一群生物 那为什么会在五戒说三玉说介绍完 生命术的一些性质介绍完 我们才介绍病毒呢 这是有些原因的 首先因为病毒它不属于三玉说当中的任何一个玉 也不是五戒说当中的任何一个界 所以前面介绍五戒跟三玉说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介绍病毒 第二个呢 我们在介绍三玉说跟五戒说的那个演化术的时候 病毒不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在说明演化术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还没有办法介绍病毒 因为它不属于三玉或五戒说的演化术当中的任何一支 所以我们必须把前面的演化术跟三玉五戒说介绍完 我们现在才开始介绍病毒 好,我们现在介绍病毒的结构了 病毒构造有什么特别的呢 所有的病毒一定都有蛋白质外壳跟核酸 这些叫做必定有的结构 我先来上面做一下注解 必定有的结构包含蛋白质外壳包含核酸 所以我打勾勾这一定有 好,蛋白质外壳就是这个黑黑圈起来一圈 它保护这支病毒叫做蛋白质外壳 那保护的对象就叫做核酸 可是很奇怪 我们常说核酸就是遗传物质 我先在这里 病毒的遗传物质是核酸 不对啊,我们从国中一直说到遗传物质不是应该是DNA吗 你为什么在这边要特别叫它核酸呢 好,这我解释一下 因为病毒的遗传物质不是只有DNA 它们的遗传物质有可能是DNA 也可能是RNA 所以病毒一开始就略分为两大类 如果你是DNA带遗传物质的 你叫做DNA病毒 如果是RNA带遗传物质的 叫RNA病毒 好,另外一点 DNA病毒只有DNA 没有RNA RNA病毒只有RNA 没有DNA 所以病毒来讲 对病毒来讲 两种核酸 你只能选一种 另外一种完全没有 所以大家提醒你们 不要用我们五届说生物的想法去思考病毒 我们五届说的生物 被叫做细胞生物 我写在旁边 框起来跟病毒不同 我们叫细胞生物 因为我们是由细胞所组成 真的吗 连我们最最简单的细菌 都叫它缘合细胞 所以我们叫细胞生物 而依据细胞学说 由细胞构成的生物体被称为生物 因为细胞学说说 生物体是由细胞及其衍生物所组成 因此细胞是生物体 构造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我们有细胞 我们是生物 那依据细胞学说 病毒没有细胞 病毒不是细胞 那它是生物吗 依据细胞学说 病毒不是生物 因为病毒没有细胞 所以我们会称它们叫病毒 我们叫细胞生物 好那回到那个细胞学说 既然依据细胞学说 病毒不是生物 理由是病毒没有细胞 好那病毒到底算不算是生物啊 问出这个问题 大家 你们觉得呢 病毒是生物吗 是好 好这个答案非常明显 如果病毒不是生物 那应该放在物理克胶 怎么会是生物克胶呢 所以可见 现在大家都认为它是生物 好为什么它是生物呢 让我跟大家说说为什么 大家不要那个细胞学说 大家听听可以来考试就可以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细胞学说是18X3年提出来 都21世纪的 我们发现的越来越多 细胞学说 整个很老的学说了 那我们现在的各位家 怎么定义生物呢 还记不记得高一 你们刚进高中的时候 生物课本第一课 一之一介绍什么 生命现象 为什么在一开始 就要介绍生命现象呢 理由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要学生物 我们必须要跟你讲什么叫生物 请对生物做一个定义 我们学科学的定义很重要 可是各位 生命怎么定义 请你想想看 生命怎么定义 生物怎么定义 你会发现没办法 如果你们很聪明 可以想出一个好定义 请跟我讲 可是我跟你们讲 不可能 不要说复杂的生物了 用个简单的东西都很难定义 我们举一个最常举的例子 请定义何为椅子 四只脚的 四只脚叫椅子 那猪怎么办 四只脚 可是又可以坐的东西怎么办 那爸爸怎么办 我的常常在地上跪 坐着背来玩起妈打上 所以我是我儿子的椅子 对不对 所以椅子怎么定义 糟了 你没办法定义 好椅子都没办法定义了 生物怎么定义 没办法 可是科学家需要定义 所以科学家在判断 你是否是生物的时候 我们只好定义上 退而求其次 所以我们的生物定义很烂 我连一次给你们听 什么叫生物呢 具有生命现象的生物体 就叫做生物 这是定义吗 这不是定义啊 可是没办法 就好像什么叫椅子 有椅子的气质 有椅子的功能叫椅子 那不是废话吗 那就问你什么叫椅子的气质 什么叫椅子的功能 讲不出完 所以我们现在对生物的定义 变得很含糊 就叫做 你只要能够表现生命现象 你就是生物 而病毒 是有生命现象的 它有生化代谢 同化跟异化 它也有繁殖的能力 病毒可以产生小病毒 有繁殖的能力 所以现在只要认为 病毒是生物了 好 现在我们回到病毒的结构 病毒不是细胞 所以它结构比较特别 它一定会有蛋白质外壳 它一定会有核酸 它的核酸可能是DNA 可能是RNA 二选一 只能一种 那同学们就会问到 有从北方同学问 那我们以前说 我们的DNA是双骨DNA 那RNA病毒的RNA 是不是也是双骨的RNA呢 所以RNA也有双骨的有 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 再一次 不要用细胞生物学的观点 来思考病毒 病毒的核酸 可以分为双骨DNA 跟单骨DNA 也可以分为双骨RNA 跟单骨RNA 也就是都有 所以病毒可以出分为双骨DNA病毒 单骨DNA病毒 双骨RNA病毒 跟单骨RNA病毒 甚至还有更多种 以上是病毒的外形结构 除了这两个必有之外 套膜是什么鬼呢 这边我打个半对 打问号好了 套膜它不一定有 有些病毒有套膜 有些病毒没有 所以我这边套膜必须写 不一定有要看你是什么病毒 好套膜的成分 你看它是两层膜合在一起 它是子双层 由零子质构成的子双层 由零子质构成的子双层 既然是子双层跟我们的细胞膜很像 对不对 那现在穿插在上面这些是什么啊 是不是膜蛋白啊 对 它的套膜上也会有膜蛋白 而这个膜蛋白呢 我们会常常叫它糖蛋白 因为这些膜蛋白 常常这些蛋白质都含有糖分子 所以叫它糖蛋白 好那糖蛋白 为什么这边特别要特别讲它 它这么重要吗 它很重要 为什么病毒会感染你的细胞 因为你的细胞 坏的细胞 有这个糖蛋白的瘦体分子 一抓住它 认识你就把它吃进来了 你就被它感染了 第二个 你的免疫细胞是一个免 也会透过瘦体分子来侦测 然后分泌的抗体 也是去攻击它的细胞膜 就是套膜上的糖蛋白 好换句话说 这些糖蛋白 这些膜蛋白 会引发你的专一性免疫 所以这些糖蛋白 就是所谓的抗原 甚至我们直接叫它 病毒的表面抗原 它在病毒的最表面 而这些病毒的表面抗原 就可以拿来收集起来 打到你的身上 作为疫苗 各位前一阵子 如果你们有打那个流感疫苗 就是流感病毒套膜上的糖蛋白 包含H跟N 两大类最常见 H1 H2 H3 或是N1223 所以我们常听到的 H1 N1 H5 N1 等等 都是它的 套膜上的表面抗原 所以像是打疫苗 你会看到上面会说 什么什么病毒的表面抗原 就通常指它最表面的抗原 指的就是套膜上的糖蛋白 但如果今天这个病毒 根本没有套膜 它只有蛋白质外壳 和核酸怎么办呢 这时候它的蛋白质外壳 就是最外面最表面的表面抗原 所以这群病毒是 它的蛋白质外壳的蛋白质 当作疫苗 作为抗原 来引发你的专性免疫 产生记忆细胞 好以上这一个图 我们把病毒的结构说到这边 病毒一定会有蛋白质外壳 跟核酸 而套膜要看病毒的种类 有些病毒有 有些病毒没有 套膜是脂双层 不能叫它细胞膜 因为病毒没有细胞 你只能叫它套膜 不可以叫它细胞膜 即使它的成分跟细胞膜很像 就是零脂质构成的脂双层 上面还有膜蛋白嫩 好以上这是病毒的结构